嘉义县茶道花艺推广协会上周末在故宫南院举办第一届会员大会暨传承茶言活动 透过茶道及花艺展演来推动嘉义县茶产业交流暨文化传承 以新传为活动主轴 呈现茶文化的代代相传 过程中表演亲子茶席花舞山蓝 同时借由展示六大花器分享中华花艺之美 让观众欣赏不同的生活美学 今年的传承茶言设计最主要的一个主轴是以代代相传 在亲子茶席的呈现其实是我们协会的茶文化花艺术的主要目标向下扎根 包括我们的茶帖的设计会是以传统的一个卷轴的部分 这次传承茶言活动结合茶艺师 花艺 古琴 音乐等元素 将人 茶与故宫南院做完美结合 嘉义县长汪章良等贵宾也出席茶会 透过品茶 喝茶 领略茶文化之美 可以学到就是要怎么泡茶还有喝茶的方式 如果茶艺量太多就是太太少就是太淡就没味道啊 小朋友多学习一些不同的才艺跟文化 然后对他们的个性来说其实也是没有反大的帮助 今天在这个好山好水美丽的风景 在受这位茶人的服务老实讲真的是 嘉义县茶道花艺推广协会理事长庄怡珍表示 茶文化的传承是一项兼具的任务 期望透过传承茶盐 让茶会活动与民众分享阿里山好茶 感受博物馆与茶文化之间的对话 新唐人亚太电视柳燕荀方雅贤台湾嘉义采访报道